7月15日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習近平在所謂新疆視察工作的消息 這也是時隔8年以來 習近平再度考察東突厥斯坦 在當地領導人的陪同下 相互來到了烏魯木齊 石河子 吐魯番等地調研 走訪了當地學校 國際陸港區 博物館 社區 農村和生產建設兵團等 這也是美國政府認定中共政府在所謂新疆對維瓦爾族等穆斯林民族實施種族滅絕以來 習近平首次造訪新疆 時時評論人士稱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視察新疆 目的是為了展示對新疆的管控成果 7月15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02年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僅增長0.4% 新華社指出 中國經濟增長在第二季度崩潰 創下自2020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拉瑪週四 開始對莫查科西米爾和拉達克的精神訪問 正是2019年新冠病毒爆發以來 達賴拉瑪首次離開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而本月17日 中國和印度將舉行第16輪軍長級別會談 達賴拉瑪此次出訪形成包括中印雙方發生流血衝突的拉達克 引發中國的不滿 中國房地產市場急速下滑 所開發的樓盤紛紛爛圍 拿不到房子又要繼續支付銀行按揭款的業主決定集體斷供 直至樓盤復工 分析認為 實際上中國房地產的問題正在向銀行蔓延 匈牙利總理今天表示 歐洲聯盟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事對俄羅斯制裁 形同是在涉自己的肺 正在大口喘氣 新華社報導 歐班式匈牙利國家主義者 自2010年開始領導該國 時常與歐盟當局衝突 時常痛批歐盟針對俄國石油的制裁 美國總統喬拜登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吉達訪問 這是他中東之行的最後一戰 拜登15日從特拉維夫直飛吉達 在起飛前幾個小時 沙特王國宣布向所有成員人開放其領空 結束了沙特隊出入以色列航班的禁令 這項決定是利亞德當局做出的一個姿態 是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在共同面對伊朗威脅之際整體關係升溫的一部分 拜登宣稱這是他的政府努力推動中東地區加強融合與穩定的結果